中華郵政在去年虧損了十六點五億元 屏東郵政公會就指控了 公司為了要降低人力成本 將裁檢兩百七十四名的基層員工 不過中華郵政就澄清 是每一年都會因應業務量所進行的編制調整 如果是郵局降級就會縮編 屬於是欲缺不補 沒有任何的裁員行動 會持續和員工來溝通 在屏東郵政公會跳出來揭露 公司預計將裁檢兩百七十四名基層員工後 郵政產業公會接力發出聲明痛批 舉出新冠疫情之後 中華郵政投遞業務遭民間電商打趴 而去年三大業務 包含郵物 除惠和受險營業 總共虧損十六點五億元 但高層不檢討營運方向 反而把真正在做事的基層縮邊 再擴邊高層員額 對此中華郵政澄清內部每兩年 事業務需要調整各郵局等級 也會做出對應的人力配置 在窗口核定員額部分 因數位化以及服務精緻化 應裁檢人力為一百九十七名 但授權各郵局可自行調度 員額縮減後 若有人離退就不會再補 並沒有任何裁員行為 對此交通部要求 中華郵政公司 應持續進行內部溝通 讓員工工作安心 才能有更加的營運績效 已經請中華郵政公司 尋機制 協助屏東郵局 與工會解決問題 並要定期回報相關的協商進度 記者需要提供財財財財財財報道 215-839-3109-439-538-728-4-839-4261-548-548-3403-445-6 oh